早安 我是马谷 Eddie Griffin Eddie Griffin 或许有人听过这个名字 不过大多数人记得的 应该都是在影视全发光 演过哈拉猛然秀的另一个Eddie Griffin 一个NBA生涯只有5年 而且职业生涯平均也只有7分6篮板的家伙 我相信这种球员 在NBA来说几乎是随手抓 就有一大把的 NBA生涯中最大的成就 了不起就只有年度新秀第二队而已 其他的呢就没有了 我想可能也不会有太多人记得这样的球员 不过Eddie Griffin 确实让我印象十分的深刻 Eddie Griffin出生于费城 他的篮球成名的算挺晚的 虽然老早就展现了不同于 童年龄成的能力 但由于家境因素局无定所 不停的搬家不停的转学 让他的光芒始终是没有真正的绽放开来 一直到他十年级时再次帮回费城 才慢慢的被球他们给注意到 Griffin高中就读费城 颇具盛名的罗马天主教学校 当时学校的头牌球星是大学长 Rasu Bartler Griffin起先先在板材上担任着 Bartler的替补 没多久马上就被拉上先发 和Bartler组成了可怕的封线组合 高中只有69寸的他 人头外线能防守也能够抓篮板 这部分要归功于他的哥哥 Marvin Paul Paul在Griffin只有12-13岁时 就将他拉去跟大学生成年人打球 加速他球技上的成长 当时就算是大他个五六岁的大学生 也不一定能搞定他 Griffin的身价水涨船高 甚至被誉为自张大帅Wint Chamberlain后 废城出身的最伟大的篮球员 高中三年级平均24分 11篮板8主攻 四年级25分12篮板6主攻 常常动辄10颗以上的主攻 几乎是一个人就将对手每一位球员都盖过一轮 当时有记者是这么评价他的 当我看Griffin的比赛时 其他球员看起来就像是在爬一个艰难的上坡 而Griffin则像是在漫步在下坡一样 毫不费力 从这边就可以看出Griffin跟同年龄的孩子们的能力截然不同了 看起来平步轻云时Griffin却惹了一个大麻烦 他在学校餐厅跟队友互殴 而且是大打特打的那种 大概有点像灌篮高丛里面 山井受到体育馆里干架的那种感觉 Griffin不只被逐出了校队 更直接被学校给退学 当大家都担忧这个潜力猩猩 是否因为没有高中学历而无法有下一步时 他在家自学努力读书 最终还是拿下了高中的文凭 毕业后Griffin有好多条路能够选择 光是有医院招募他的大学就多达了一百多间 更不要说还有直接投入NBA这个选项 最终他放弃了其他名校 像是北卡UCLA 选择去就读西顿赫尔大学 会选择就读这所大学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高中时参加业余球队的队友 MARKUS TONY L也要去就读 就这样而已 西顿赫尔大学出过最有名的球员 就是SENYUN DILEMBER 要知道的是 DILEMBER在大学时的表现 是完全比不上Griffin的 拿他们两个同队时的数据看一下 Griffin18分11篮板4足弓 DILEMBER虽然也是先发 但也只有8分6篮板 两者相比天差地远 然而个性火爆直来直往的Griffin又惹出了麻烦 他和队友不时的有小摩擦发生 甚至和其中一名队友大打出手 最后带了一年就弃学投入NBA选择 这边先来看看当时NBA球探对他的评价吧 Griffin是顶级的大学球员 他跟Tin Duncan一样有一颗冷静的脑袋 有稳定的得分技术 又跟Shwif-Adur Rahim一样有相当优异的活动能力 不过脾气及个性火爆会是不小的缺点 也因为这个火爆又容易起争执的个性 让在选秀会上本来应该是状元热门候选人之一的Griffin 落到了第七顺位才被蓝网队选入 不过还没披上蓝网战袍 马上就被交易去了休斯顿 换来了Brandon Armstrong、Jason Collins、Richard Jefferson三名球员 在火箭两年间Griffin虽然账面上仅有9分6篮板 和当初加入联盟前的绅士似乎有一段落差 但是那是因为他并不贪功 懂得配合队友 也在火箭队的养神轨道上慢慢的成长 Griffin在进攻上面或许不是火箭最迫切需要的 但是防守却给球队带来了不小的能量 常常失位了还是能够抓到时间点来阻止对方投篮 光是这点就足够让他在未来成为联盟中禁区鬼剑仇了 更何况他还有相当优异的活动能力及外围跳动能力 说明白一点 他就是具备了成为全面金球员的条件及潜力 Griffin和姚明组成的禁区搭档 远然成为火箭队的未来 不过随着球技的进行 Griffin渐渐的开始脱续 球队练球未到甚至是球队往客场移动的扳机时间也常常迟到 而且都是意识到就迟到了好一段时间的那种 然后又因为家暴事件被捕 再加上个人的酗酒毛病 火箭队忍痛的将Griffin给释出 在被火箭队释出后不到一个月 当初选他的蓝网队眼看鸡不可思 直接给了一份一年合约 不过Griffin连一场球都还没出赛又惹事了 他在球队下他的饭店内闹事 再次的被蓝网队给放弃 Griffin眼看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住进了季酒中心想要改掉他酗酒的坏习惯 就这样一年过后 犹如重获新生一般再次挑战NBA 迷你出道灰狼队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当时灰狼正宗友Kavin Garnett Den Cassell Rachel Threwell 竟构成了铁三角 但相较于03-04年相比 Threwell 因为心情签佳 而打得没有前一个赛季积极 这次 Griffin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 态度也有了180度的大改变 他很感谢灰狼给了他一个机会 也甘愿担任禁区绿叶角色 狼王Kavin Garnett 也对他的拼近表现战略有加 而灰狼也随即在和他延长了三年的合约 看似是个让子回头的好故事 想不到在这个时候Griffin又捅出柔子了 他被发现持有毒品 而灰狼也在2007年3月将他释出了球队 再次失去工作的Griffin和他的经纪人Winnick 积极地和海外球队洽涵 希望能够有赴国外打球的机会 这个时候有个塞尔维亚球队找上了他 对他进行的测试 Winnick说 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事情 我希望他能够如愿地到海外打球 在寻找海外工作的红时 Griffin找来的前火箭队球星 Telburn Murphy 开始了自主训练 Murphy相当小心地看着Griffin 避免他再犯下任何的错误 并希望他能够步上正轨 Griffin从来没有错过任何的训练 一直到他发生意外的那天 Murphy回一起当时说 我还记得他跟我说了 我会在那里等你 Murphy 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出现 2007年8月17日凌晨1点半 休斯顿发生了汽车撞火车的意外 驾驶当场死亡 解肉模糊无法判断他的身份 客户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刹车痕迹 没人清楚为何驾驶会直直地闯过平交道 发生事故后的4天 检方才有牙齿 确定了这个人的身份 是EddieGriffin 并且经查验后 发现体内酒精含量高达0.26毫克 超过德州规定的0.08毫克有3倍之多 25岁的Griffin 就像留下3岁的女儿离开的人世 Griffin开始酗酒 是因为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马芬Paul的离世 Paul是在2001年选择会前没多久 因为心脏病逝逝的 虽然说是哥哥 但是他年纪大Griffin许多 Paul对Griffin来说是个十分特别的存在 从小没有复兴的他 把哥哥当作唯一的男性榜样学习 身边的朋友都说 Griffin没喝酒的时候 人真的相当好 但是一旦他开始酗酒 情绪会变得十分的暴涨 虽然Griffin曾努力想戒掉酗酒二席 进入戒酒中心也正代表着他的决心 但是只要一碰到压力 就会忍不住的想借由酒精逃离 本来火爆的脾气加上酒精变得更加难搞 中期整个职业生涯 几乎可以说是被酒精给耽误 甚至最后也因为酒精而葬送了性命 如果他没有那些情绪管理上的问题 如果他没有酗酒的麻烦 如果他没有那些坏习惯 我想他会是个全明星 也很有可能会是下一个 Rashie Wallace 我是马骨 大家晚安